最近好像是因为到暑期的缘故了 越来越多的朋友问有没有房车限车 他不想等待了 他想立刻开着房车 然后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 那限车对于很多房车来说不太能实现 因为一般房车定车周期都在一个多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不过这次龙翠房车推出了一个20周年重粉活动 那他拿出了20台的现车房车 让我们有这种需求的车友可以做好计划 直接就能开着房车出去玩 这次的重粉活动它会有一个非常大优惠活动 那现场购车的话还有1万元的现金礼包赠送 那同时如果来商丘工厂订车的话 一台工厂还能有一个1500元的相当于旅行费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活动都将在这一次20周年的重粉活动里进行 那当然了如果你错过了6月18号到7月18号的活动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龙翠房车还将亮相青岛国际房车展 时间是7月21号到23号 除了它原有的活动以外 还有主办方的3000到5000元的现金补贴 怎么样 咱们一起来看看车型 这次活动参与的车型包括龙翠房车的凯哥系列和它的麒麟系列 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呢是位于生活区的位置 如果说像现在天气比较热 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呢 可以保证啊我们整个活动的区域啊 它的温度更好 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整个的这个车辆用的板材呢是这种亮面板材啊 亮面板材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打理的一个板材 那这款车呢它虽然不带有这个拓展装置啊 但是它整款车的床铺啊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为什么我要用到巨大这个词啊 先来看下方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后入门比较常规的布局 那这一侧呢是卡座沙发 是一个私人座卡座 另外一侧呢是一个这个住车以后的条形的长条沙发 它的厉害之处呢就在于啊 整个这个条形沙发呢它是可以啊 把这个抽拉板呢完全抽拉出来的 另外一侧也是 那这样的话呢条形沙发这一侧和另外的卡座沙发 它就可以完全拼成一张大通透的床铺了 这个床铺的尺寸啊 它的长度呢2米2 它的宽度呢1米85 也就是说从这一侧到另外一侧长度是2米2 然后呢这一边的这个距离呢是1米85 那这种尺寸啊 我觉得一家三口人在这上面睡觉啊 妥妥的没有问题 那你以为车里就有这么一张大床吗 你错了啊 再看上方 这个位置是一个32寸的一台这个电视 那咱们就不说了 比较常规 那先把它放下来 这个位置的床铺啊 它纵身呢达到了1米6 然后它整个的长度呢也要2米2 所以说也是一张超级大床啊 那这个位置睡两口人也没有问题 那整款车呢 我觉得睡五个人啊都不算很拥挤了 一进入车门处呢 就是我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区域了 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双开门的138升的冰箱 但是冰箱旁边啊 它还有一个拓展的储物柜啊 那就在冰箱旁边的这个门里啊 打开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就是日常不需要在冰箱里储存 比如说是米面啊等等的那些不移坏的一些常用的物品呢 放到这个抽拉式储物柜里 相当是一个冰箱的拓展空间 这个我感觉也挺棒的啊 跟家里用的差不多 那整个上方呢也带有啊 这种储物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相当于这一侧呢 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的空间 那另外一侧呢 就是厨房的区域啊 那像这种比较常规的啊 微波炉啊 然后这个抽烟机以及电磁炉水盆都是有配备的 这些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些装置了 再来看一下卫生间怎么样 卫生间内部的空间呢不算很大 然后带有一个独立的淋浴喷头 然后下方呢是一个这种合适马桶 这边还有可翻折的洗手台盆 那整个卫生间还有一个亮点啊 是它下方这个位置呢 还隐藏着一个呢 3000克的洗红液体的这个墨博洗衣机啊 整个车辆内部呢 它是带有一个257升的净水箱 和一个70升的灰水箱的 所以说水量是没有问题 同时呢还带有啊 高原版的柴油暖风机 以及25升的电热水器 都可以保证一个暖风暖水的供用 来看 卫生间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暖风的出风口啊 忘了跟你们说了啊 这边还有一套大衣柜 这个衣柜还真是挺大的啊 羽绒服我感觉放个四五件都没有问题 那这款龙翠凯歌C610玩家版W呢 它其实是一款呢 基于4.5吨伊威克底盘打到的C型房车 那整款车呢 外侧啊 它做的这种灰色涂装啊 看起来还是比较显眼的 那车辆的外侧呢 也有一些功能设施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这种燃气灶呢 在车外啊 它就有一个配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在车外也可以进行做饭 那同时呢 整款车呢 它是带有两个这种啊 长条的这种储物柜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后路门嘛 所以没有后方的那个特别大的储物空间了 在车辆的另外一侧呢 同时啊 也配备一个这种长条的储物柜 整个车辆的底盘呢 是没有进行切割处理的 所以安全性呢 是非常有保障的 而且车辆在外侧呢 还带有啊 六路监控设施啊 那在车内呢 就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 车外呢 还有一个外接淋浴喷头 我们可以在车外呢 也能用水啊 而且整个车刚才已经说了 有257升的一个清水箱 所以说呢 即使啊 偶尔去到这个不方便接水的地方呢 也没有任何的担忧了 那整款车呢 它现在也是参加 刚才说的这个 龙翠618到718的这个活动的 而且呢 如果您在青岛国际防车展的现场呢 就是7月21号到23号现场购买呢 还有主办方的一个 惊喜的补贴啊 是3000到5000元的现金 怎么样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这款车啊 我个人感觉设计还是比较新颖的 尤其是两张超级大床啊 还是很能吸引人的 那你们觉得这辆车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互动留言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